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让我们生气的事情 比如别人的不理解 不尊重 不公平 不合理等等 有时候 我们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激怒 甚至失去理智 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感到自己很没素质 很没涵养 很心胸狭隘 其实 并不是我们真的心胸狭隘 而是我们不明白一些道理 导致我们不能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情绪 下面就来说说这四个道理 希望能帮助你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再轻易被激怒 一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很多时候 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想法和行为与我们不一致而生气 我们觉得别人怎么可以这么想 怎么可以这么做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们 我们认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是正确的 合理的 正常的 而别人的想法和行为是错误的 不合理的 异常的 比如夫妻之间 妻子看到丈夫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衣出门 可是她希望丈夫穿蓝色的衣服 丈夫没有听从建议 妻子因此生气了 其实 这是一种偏见和自以为是 我们要明白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经历 观点 价值观等等 这些差异是正常的 合理的 必然的 我们不能强求别人和我们一样 也不能以自己为标准来评判别人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差异 也要接受自己的差异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减少因为误解和冲突而生气的情况 二 事情都有两面性 很多时候 我们会因为事情的结果和过程 与我们期望的不符而生气 我们觉得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发展 怎么可以这样结束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认为自己的期望是合理的 可行的 必然的 而事情的结果和过程是不合理的 不可接受的 不可思议的 比如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有些人跟随美国的脚步支持乌克兰 看到中国没有反对俄罗斯就生气了 开始谴责中国 其实 这是一种片面和固执 我们要明白 事情都有两面性 每件事情都有好处和坏处 都有可能和不可能 都有必然和偶然 这些两面性是客观的 存在的 无法改变的 我们不能只看到事情的一面 也不能只坚持自己的期望 我们要看到事情的两面性 也要调整自己的期望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减少因为失望和挫折而生气的情况 三 情绪是可以控制的 很多时候 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而生气 我们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激怒 为什么这么难以平静 为什么这么难以快乐 我们认为自己的情绪是不可控制的 不可预测的 不可理解的 而自己的行为是受情绪支配的 无法抵抗的 无法改变的 其实 这是一种无知和无能 我们要明白 情绪是可以控制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 都有自己的情绪表达方式 都有自己的情绪来源和影响因素 这些控制是可能的 必要的 有益的 我们不能任由自己的情绪泛滥 也不能无视自己的情绪影响 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也要表达自己的情绪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少因为情绪失控而生气的情况 圣经中也说 不可含怒到日落 四 生气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时候 我们会因为生气而生气 我们觉得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么多气 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难受 为什么要让别人看不起 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气是有道理的 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而自己的忍让是没有尊严的 没有原则的 没有意义的 其实 这是一种错误和幼稚 我们要明白 生气是没有意义的 每次生气都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伤害和负担 都会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 都会影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和合作 这些意义是负面的 无用的 可怕的 我们不能因为生气而生气 也不能因为忍让而忍让 我们要理智地处理自己和别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减少因为生气而生气的情况 下面通过几个小故事 看看古人是如何控制情绪 面对世界而不生气的 庄子 是老子 道家思想最有成就的继承者 在庄子的天道篇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关于老子的故事 有一个崇拜老子的人 千里迢迢来到老子的家 想要向他学习 可是等他走进老子的家 看到屋子里面又脏又乱 生活乱糟糟的 于是大师所望 对老子说 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一个圣人呢 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修养的普通人而已 但是老子听了之后 什么反应也没有 连看都懒得看这个人一眼 过了几天之后呢 这个人觉得自己那天说的话实在是太不礼貌了 于是又再次登门向老子道歉 说 我那天出言不逊 特地来说声对不起 您 没有生气吧 没想到老子却对他说 你不需要向我道歉 随便你骂了我什么 我都仍然还是我 既没影响到我 也不能改变我 那个人听了之后 这才对老子佩服的五体投地 试想一下 如果有人突然走到你的面前 然后莫名其妙地把你给骂了一通 你会不会生气呢 脾气暴躁一点的人 很有可能和对方动手打起来 但是老子却没有生气 就好像是根本没这回事一样 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 李都懒得李那个莫名其妙 骂他的人 古人 用现在的话来说 老子的意思就是 但凡是我生哪怕一丝丝的气 都算我输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理由 要让别人来决定我的情绪 难道他骂我怎么样 我就真的会变成什么样吗 不会 既然别人的无理 并不会改变自己 那又何必为此动怒 发脾气呢 第二个故事 庄子讲了一个人过河的经历 有个人划着一条小船过河 突然看到有一另外一艘船 快要撞了上来 于是他大喊大叫想提醒对方 但最终两艘船还是撞在了一起 所以他非常生气 怒气冲冲地跳到那条船上 想要狠狠地教训一下架船的人 但他却发现那艘船上一个人也没有 是条被风吹过来的空船 所以很快 这个人的怒气也自然就烟消云散 庄子对这个故事的结论是 人能虚己以犹事 其熟能害之 也就是说 你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 好像别人都是要故意针对你 就像这个撞船的人一样 他觉得是对面的船夫 不听自己的提醒 故意撞到自己 但是没想到那条船上根本就没人 如果一个人太把自己当回事 那随便一点小事就会生气 就会经常和别人发生冲突 这就是著名的空船理论 庄子的这两个智慧 教会了我们怎么样不生气 但是一味地不生气 也有可能让一个人变成软柿子 让别人都觉得 这个人一点脾气也没有很好欺负 所以有时候 我们还需要学会 怎样反击对方 怎样把这个气给人家还回去 在农村里面 经常会有各种邻里矛盾 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两户人家发生一点争执 然后其中一户破口大骂 而且骂得很难听 一直不停地骂 而另外一户呢 很悠闲地晒着太阳 既不搭理对方 也不做任何的回应 过一会之后 骂人的那个觉得有点累 于是打算回家休息 这个时候 被骂的人就笑着对他喊了一句 别走呀 你刚才骂的是什么 我都没听清楚呢 这句话成功地激怒了对方 于是那个人又转身回来破口大骂 而被骂的人 继续悠闲地晒着太阳 好像根本就听不到 对方在骂自己 如此反复了几次之后 骂人的那个筋疲力尽 反而把自己给气坏了 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白 其实生气 也是一种攻击人的武器 如果别人用让你生气的方式来攻击你 想要避免伤害 你就必须有不生气的智慧 只要你不生气 生气的就是对方 人 很难控制情绪 所以我们要学会疏导 和调整自己的情绪 但是脾气 我们却可以控制 至少 不要让自己生气 从而让别人得意 一定要记住 自己的脾气 永远不要大于自己的能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互相讨论 如果你觉得 我的视频还凑合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